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半导体制程萎缩当前遇到瓶颈,抑制整合与先进封装成为突破方向 台湾媒体报道,Semicon Taiwan 2025于9月中上旬举行 此次展会聚焦AI、CoOS先进封装与测试量产进度 由此,AI高效能运算HPC与HBM需求大增 3DIC面板及擅除封装等先进封装成为驱动半导体创新的核心技术 成为此次展会的关注焦点 台积电主导的CoOS及Chip-on Wafer-on Substrate Info、SoIC三大先进封装技术均可适用在AI和HPC晶片 其中CoOS量产已具规模 市场分析,汇达和AMD对CoOS需求持续强劲 苹果高阶处理器需要台积电Info技术 AMD也是台积电SoIC先进封装的首要客户 加之美国极力推动半导体先进制程在美国制造 台积电在美国积极扩充CoOS和Info先进封装产线 实际上,台积电在2024年10月已宣布与封测大厂AMKER深化合作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扩展Info及CoOS先进封装产线 AMKER在今年8月下旬已宣布亚利桑那州新建先进半导体封测厂动工 预计2028年初开始生产 台积电今年3月初宣布增加1000亿美元投资美国先进半导体制造 总投资金额达1650亿美元 其中就包括两座先进封装设施 除了在美国,台积电在台湾共有5座先进封测厂 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魏哲嘉表示 AI晶片需求持续强劲 台积电正缩小CoOS先进封装在内供给吃紧 以及市场需求强劲之间不平衡的差距 预计到2026年底 台积电CoOS月产能可超过9万片 上看9.5万片 非台积电体系CoOS明年底月产能估1.2万片 整体年产能近6成比重 仍主攻辉达 而台积电的一大竞争者英特尔 陈立伍在接任该公司执行长后 为简化英特尔的营运做了大量工作 在今年4月的公开信中透露 即将裁员消息的同时强调要留住人才 他指出 这些关键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员结构的优化调整 这项计划从第二季度开始执行 在精简组织架构的同时 英特尔必须兼顾核心人才的游刃与引进 在此背景之下 陈立五日前宣布了多项人事任命 包括任命销售高管 Greg Ernst为营收长 同时 Srinivasan-Yangor Jean-Dida Elliguchi Shilendra-Daisai 将加入英特尔 担任重要的工程领导职务 英特尔此局旨在深化客户合作关系 加速推进 以工程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战略转型 具体来说 任命Greg Ernst为营收长 他在英特尔拥有超过二十年的工作经验 Ernst自今年五月起 担任英特尔市场行销集团负责人 他是一位高度奉行 以客户为中心理念的领导者 对市场具有深入的理解 在其职业生涯中 Ernst曾先后担任过全球销售 市场行销和产品开发等多个领域的重要职位 担任县之前 他曾负责领导英特尔美洲地区的市场行销集团 Ernst将继续向陈利伍汇报 Eanger被任命为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英特尔院士 他将领导新成立的客户工程中心 Customer Enginee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 并加入英特尔高管团队 直接向陈利伍汇报 Eanger此前曾就职于 Cadence Design Systems 负责全球晶片工程业务 Eanger在帮助客户打造顶尖客制化晶片方案方面 拥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 尤其专注于针对关键工作负载优化超大规模资料中心的解决方案 Eanger被任命为英特尔公司 AISOC工程副总裁 他将负责多款SoC晶片的开发管理 这些晶片已将成为英特尔AI路线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Alan Gucci来自初创企业Rain AI 并曾领导该公司的AI晶片工程团队 在加入Rain AI之前 他曾在苹果公司任职17年 期间主导开发了30余款 被广泛应用于苹果多款旗舰产品中的SoC晶片 Densei被任命为英特尔公司AI网络架构 AI Fabric and Networking副总裁 将负责为英特尔AI GPU开发创新的SoC架构 及前瞻性技术路线图的置顶 Densei此前就职于谷歌 曾主导多个移动SoC的晶片工程 架构设计和平台解决方案的开发 在此之前 他是SoC初创企业Proveno Technologies的创始人兼执行长 该公司于2021年被谷歌收购 Ella Grouchy与Densei将直接向英特尔公司 AI技术长Sachin Cutty汇报 英特尔执行长陈立伍表示 Greg、Sweeney、JD和Shalander 均是在业界广受认可的杰出领导者 他们将成为英特尔布局未来的关键力量 因此在强化产品组合 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方面 英特尔已经看到诸多重大机遇 曾是全球晶片龙头的英特尔 正努力吸引高通等败布客户 希望在自家产品外 开拓代工业务来扭转劣势 高通此前多次评估英特尔的晶圆代工 高通是手机AP巨头 如同多数同意一样 采用晶片外包的生产模式 现阶段高通主要营收来自 Android的手机AP销售 但在高通执行长 Christiano Amon的领导下 积极转型 将行动技术推向汽车等新领域 目标是减少对手机市场的依赖 公司预期2029年 可从汽车和联网装置 获得220亿美元营收 相较于其他晶片厂商 大谈自驾系统将颠覆汽车业 高通采取更务实的做法 高通先在车载影音 资讯娱乐系统晶片站稳脚步 再利用既有客户关系拓展自驾技术 Amon表示 新的Snapdragon Ride Pilot系统 可带来媲美资料中心的强大运算力 但耗电量相对较低 系统可依需求调整 从基本驾驶 辅助到接管多数驾驶功能都能胜任 在此背景之下 Amon直言 英特尔目前的制程技术还不够格成为供应商 若英特尔能提升制造技术并生产更高效晶片 高通才会考虑合作 Amon在接受彭博电视 Brunberg Tech访问时说 英特尔目前不是选项 但他们希望英特尔能成为选项 他指出 如果英特尔能改善制造技术 生产更高效晶片 高通会考虑成为客户 不过现阶段 高通将继续与台积电和三星电子合作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